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29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這個香港 繼續受到美國的追擊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方 我們這次繼續跟大家說 美國在世貿會議 繼續 追擊著香港 香港 我們從多個角度 跟大家詳細分析 香港 在面對著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在幾年之前 其實已經 看得很清楚 只不過 是幾年以來 因為這個疫情爆發 武漢肺炎 還有跟著 叫做全球封鎖 跟著是封關 再走到今時今日 2023年 當發生了大量的 制度性根本變化 跟著 才開始 後果 其實現在是慢慢正式 浮現 我們這次要說的 是世貿 組織 爭端解決 機構會議 這個會議 在28日 即是星期五的時間 在這個日內瓦 舉行 美國 是對香港 繼續追擊到底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大家記得訂閱 一個是星期二日報 一個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也請大家 我們有免費模式給大家支持 請大家記得幫忙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 幫忙支持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香港繼續被美國追擊 美國追擊得的地方 其實 我們看得很清楚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安然無讓的 你又幻想 自己做國際 金融中心 你又在這裏覺得 跟美國要作對到底 你真是覺得兩樣東西可以並存 你真是覺得 可以一方面大搞金融 另一方面 日日跟美國作戰 你真是想清楚 如果你想跟美國作戰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跟美國作戰到底的地方 有很多的 其實情況已經告訴你 例如俄羅斯 例如伊朗 例如北朝鮮 其實你可以清楚看到 只有親美的地方 經濟蓬勃 中國大陸 早10年8年 有經濟和金融泡沫的原因 不是因為反美 就是因為 跟美國 走在一起 跟美國的金融大鱷 還有商界 是走在一起 叫做大家一起賺錢 所以才有過去 那十幾年 賺大錢的情況 走到今時今日 無論是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打算跟美國要反面反到底 反面反到底 又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根本就不可能 我們繼續說說 日內亞會議發生甚麼事 香港政府 就是發聲明 繼續說要嚴厲批評 和反對美國 他說美國對香港現況 作出 罔顧事實 顛倒黑白的言論 說要敦促美國停止 濫用這個世界貿易的平台 即是WTO 說美國 濫用 WTO 去抹黑香港 我又很想知道美國 如何濫用 這個WTO 美國本身 不用 WTO 的平台 本身也有十足的渠道 要對準香港 其實 現在美國 美國 只不過是在貿易上面 要鎖定這個香港 實際上 和開始 開行這個Turbo 全力用盡每一個方位 去追擊香港 其實現在 還未去到那一步 但是我覺得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用盡一切辦法 去努力希望美國走到這一步 不知道他是否這樣想 但是他做的事 正正有這樣的效果 美國繼續說香港的產品 來源標記規定 要把它鎖定 跟中國大陸 一樣 這個正正是美國 軟性對付香港 作為一個 想擁有獨立地位 實際上他徹底等於北京 控制的地方 現在 還在用其實相對較為溫和的方法 對付香港 但是 不讓你香港的產品 標示香港 要將它標示做大陸 這個已經足夠使得香港 作為一個自由港的地位 已經失去了大半 因為如果香港產品 本身有很多可能是中國內地 在香港 再出口 可能在本地經過一些包裝 就變成了香港的產品 本身對世界來說 是一個質量的保證 跟直接在中國大陸出來的東西 是不相同 但是如果 往後 你賣貨品去美國 不能夠再標示 是香港的話 等於你就變成了跟大陸貨是一樣的 長遠來說 香港就會徹底失去了自由港 那個作用 和地位 雖然這一招看起來好像也很溫和 實際上也是對準着 香港的命脈 進行攻擊 未需要去到 搞國際金融 的銀行系統 未需要去 跟港元脫鉤 就已經 差不多鎖死了 香港整個出口 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轉口港 只是這件事 已經足夠讓香港的地位 完全喪失 所以香港政府根本沒有任何辦法 除了繼續發聲明 出來說要譴責美國之外 其實 你真的想想想 最主要是香港的藍絲 真的很奇怪 你照播給他們聽也沒問題 你覺得一個地方 可以擺明居馬 跟美國作對 天天出來譴責美國的地方 你居然覺得這個地方 可以有長遠發展 大規劃 人口再造 還要向全世界搶人才 你想清楚自己是甚麼身份 會做這件事的 就只有第三世界 獨裁者國家 共產主義的朋友 就是阿非拉兄弟 北朝鮮和伊朗 除了這些國家 有哪個國家 是能夠 做國際中心 貿易港 金融中心 又天天跟美國 搞政治鬥爭 香港 除了一而再 再而三 出來譴責美國之外 我們也看不到 香港 有甚麼有力的機制 你不要跟我說 搞個叫做國安法 就可以對付美國才行 你那個是用來對付香港市民就可以 還有那些所謂 外國人 如果剛好在香港出現 你用來對付就可以 你用來對付外國在做生意的人 當然是可以 但是你能對付到全世界嗎 你有法律 全歐洲 整個美國 都有 不同的法律 為甚麼你會覺得 有一個法律 可以對付人呢 根本 經不起任何的挑戰 到底中國大陸和香港其實有甚麼武器 去對付全世界呢 去對付美國呢 就是靠你幾份報章 在香港日日登 人民幣國際化 然後人民幣就會國際化了 是不是這樣 俄羅斯不是這樣說的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俄羅斯央行 俄羅斯官方政府 還有俄羅斯的大使 他們全部 用公開的行動 告訴你 你也知道 我有需要也拿著美金啦 也不會拿著人民幣啦 人民幣也是代用券 你憑甚麼 出兩篇報導 覺得自己人民幣可以國際化呢 你到底騙誰呢 你除了騙 所謂十幾億韭菜之外 其實你真的是騙誰呢 美國在會議上面 就是對香港發言 就著香港問題 就著香港國安法 特區政府出來說 這個叫做 視義抹黑 真厲害 真是指鹿為馬 政府說要出來 強烈反駁美國 就香港國安法的無溪 和失實言論 到底是無溪 還是失實呢 港共政府的所謂聲明 都不值一讀 實際上不斷重重覆覆 除了不斷 好像黨八股 好像外交部 不斷抄回之前的聲明 我們已經看不到任何作用 其實香港 別說香港港共政府 其實中國大陸 對著美國 也是毫無辦法 香港繼續跟我們的分析是一模一樣 除了 繼續在香港拉多兩個市民 繼續拉多兩個網民之外 其實是連 半點 有力的事情 都做不到 他連 聰明給美國看 聰明給英國看 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 一再跟大家說 時機 可能很快就會來了 其實 香港 可能真的是 又或者不是香港爆發 可能內地爆發大示威 香港跟著示威也有可能 總之 其實 香港政府 好像作威作福 一班垃圾官員 這個又說做局長 那個又說做局長 他們 跟烏克蘭 親俄政府 跟這個 頓獅赤克 勞金斯克 那些親俄官員 其實差不多 到最後 可能他們要付出 慘痛的代價 好 我們這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裡 其實美國現在真是真真正正 咬著香港 而且這個咬得 是相當之神 如果將香港的標籤移除 先不要說其他金融炸彈 更加還沒說到美元脫鈎 只是將香港標籤移除 香港本身 已經夠大鑊的了 好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 在黑池 就有了三宗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呢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